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三新闻快讯 我们今天的新闻热词呢 有非常具有新西兰特色的Gone Burger 昨日黄花 很遗憾啊 我们的同行News Hub在今天是正式被判了死刑 今天早上11点左右 新西兰的新闻大台News Hub开了一次全体会议 最终确定了要在7月5号停止运营 关闭这个新闻室 影响了近300个工作岗位 其中一名员工在开会期间是直播了会议的内容 说到News Hub是一个Gone Burger 这是一个新西兰特有的礼语啊 对应的是中文当中的昨日黄花 也算是一个用自嘲的方式乐观面对吧 上个月呢 News Hub突然宣布了很可能要停止运营 是震惊了各界 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最终的确认 大家也在思考 有没有可能通过别的方式去运营 但是今天早上11点的全体大会是确认了这个消息 News Hub的关闭呢 可能会导致新西兰的电视观众 只剩下国有的TVNZ 作为本地新闻的唯一选择 早前也有议员说会推进新闻付费法 要求Facebook和YouTube等等网络大媒体 使用传统新闻媒体的内容时要付费 News Hub的倒闭会不会加快这个立法呢 最新的Taxpayers Union民调显示 中右翼的政党支持率下降 而中左翼的政党则是 因为绿党和毛利党的支持率上升而上升 具体到每个政党呢是国家党的支持率略有下降到37.1% 工党上升到25.7% 但是让人觉得差异的是呢 最近几个月风波不断的绿党 居然也上升到了14.6% 成为了第三大党 换算成国会的席位就是18席了 进行这个民调的时候 绿党的难民议员Gloris Garman的偷窃风波 以及Darlene Canna的移民剥削风波都还在发酵 但是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民调结果 民调这个词在新西兰和很多国家都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 通常指的是政治性的民调 那如果是非政治类别的支持率调查 通常会偏向用survey 根据分析啊 国家党政府上台几个月表现不算突出 那Glor Willis这位财长说好了减税 也没有怎么实施 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去年轰动一时的奥克兰Ellis里 华人夫妻被杀案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第二被告之前是通过上诉的方法 要求法庭隐藏自己的姓名 而当时的一众媒体以及公众都反对这个姓名权的保护 不过幸运的是呢 经过几个月的审判之后 最高法院今天终于如公众所愿 把第二被告的名字李洛峰公布了出来 那这位26岁的理性男子和第一被告潘淑曼 共同暴力残忍地杀害了一对60多岁的华人夫妇 这对被杀害的夫妇是香港移民 曾经被警长描绘为很相爱 在被杀害的前一晚 作为医生的丈夫还工作到深夜11点 最近这几天 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可是非常生气 因为一家薯片广告拍摄了一条修女 把薯片当成是圣餐的广告 很多保守的天主教徒非常愤怒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条广告 这条广告 广告公司就说 他们是以一种强烈的英式讽刺风格 吸引年轻的观众 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 所以目前也没有打算撤下这条广告 您觉得这条广告是合适的吗 感谢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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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